哈喽,欢迎收看公民丁,毅力信号解决特辑 这支影片我们要讲第42题 这支题目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先把影片按暂停看一下 不然我们就要先开始啰 首先我们要来抓一下关键字 他说这个条例受证通过 由于条例在法律的位阶里面 是属于狭义的法律 不是宪法,也不是命令 因此要收证法律的话 要由立法院收证,总统公布后实行 我们先看A选项 我们已经知道收证法律的机关是立法院 但是选项中的统一解释法律和命令 应该是司法院大法官的职责 因此A选项就是错误的 B选项是正确答案 因为不论是制定或修改法律 立法院通过之后都要由总统公布才会正式生效 再来是C选项 他说可以向法院举发 违反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 我们先厘清一下 法院的主要功用是审判以及做公正的判决 而在课本里面学到 跟举发最近的例子是 向检察官或警察告发 因此通常我们遇到刑事周分 像是东西被抢被偷 马上去报警 这个动作就是属于告发 实际诉讼当中要直接向法院提出的 只有经过律师提起了自诉哦 事实上条路关于处罚条例当中的检举违规 并不属于刑事纠纷 而是属于行政法的范畴 而根据这条法律里面指出 要举发违规应该是向公路主管机关 或是检察机关提出 而不是法院哦 最后的主选项 它说会导致政府的租税收入减少 我们复习一下政府的收入这个部分 除了租税之外 还有公营事业 罚款归费 财产收入 决在收入等等 而这个条例是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也就是闯红灯 超出这种要找的罚还 因此影响到的应该是属于 罚款归费收入 而不是租税收入咯 这句答案就决定是B了 推荐可以去复习一下 张庄政府当中关于立法院的部分 在荧幕上的框框可以直接找到 或者是资讯卡里面的司法院 权力救济 政府的租税收入等等 都是跟这些相关的哦 另外也推荐你 104会稿的28题 我觉得连选项的结构都蛮类似的 一定要去看看哦 别忘了订阅公民店的频道 接收第一手的讯息哦 在影片下方的更多资讯里面 也有放这一题的PPT 如果是老师教学要用的话 也欢迎自由取用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